上班上課時段路上車流量不小 卻出現一輛轎車 沿路偏移最後直接撞進 交戰員工辦公室 警方獲報前往現場 你去醫院檢查啦 對啊 這裡也要這裡 你去醫院檢查一下 不用檢查 站著都要晃晃的了 沒有啦 不只站不穩 連話也說不清楚 員警勸說也沒用 駕駛堅持不就醫 車子也不可能給你再開啊 你這個都撞人家 車子撞毀開不了 辦公室裡更是亂成一團 所有雜物散落一地 肇事的58歲夜心駕駛 10號早上7點47分 行進台九線花蓮受風箱 中山路四段附近 開到一半真的太想睡了 恍神撞進路邊交友站 員工辦公室 幸好人平安沒事 只是更令人擔心的 旁邊就是油井加油口 萬一引起活盡後果 不堪設想 趙承越攔他的手腳擦錯傷 送往花蓮的慈激醫院救治 九車子連 駕駛因為自己一個晃身 讓家務站陷入危險中 還好短時間內排除狀況 至於撞破的玻璃 家務站也決定先用木板 充當圍牆 鐵北線高中文室 出傳花蓮採訪報導